在大地震后第五天,虽仅是约11公里,但恢复了通车。 当消息传遍全国,大批志愿者汇聚前来,帮忙撤去铁轨上的泥巴和垃圾。 其后,真正的恢复工程就开始了。 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年,2014年4月,全县恢复了通车。 我认为仅靠三路铁路的力量是不够的,是人们希望恢复通车的热情,令所有的一切都行动起来了。 宇都宫女士在大地震后进入三路铁路,实现了成为列车驾驶员的梦想。 希望能给本地区的人们带去光明的,生活更愉快的新闻。 希望能为灾区的恢复重建,发挥自己的一点作用。 奇迹般地恢复了通车的三路铁路,现在也还是本地区人们的最佳逮捕工具和心灵支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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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know you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